今天9月20日,有网友在北京的朝阳公园,后运了周温发城跑,昨天包哥就去朝阳公园跑步了,没想到今早又去了,包哥真是爱运动呢。 不过不少网友的注意力,全在身旁的这一位陪跑,这位是王刚陪跑吗?和王刚的相似度也太干了吧,发型,脸型,还戴着眼镜,相似度有99%。 包哥昨日不仅去了朝阳公园扯跑,还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宣传新电影《无双》,其实周温发近些年来一直都有运动的习惯,特别是跑步和徒步登山。 不少网友都曾经偶遇过运动中的包哥,此前还约上刘嘉玲一起去登山,果然大家都饱到为老啊,运动起来一点都不含糊,才能保持得如此年轻。 在发哥和郭富城合作的即将上映的《新电影无双》中,里边有大量的打戏,并且都是自己亲自上阵。 但是包哥不仅没有受伤,体力也吃得消,都说香港人很会保养,香港明星看起来都偏年轻,其实更多是和运动分不开的。 经常运动不仅青春常住,心态也会变得很好,难怪包哥年过六十的人,看起来还是这么帅了。